冬秋節嘛 大家團聚在家裡面 那如果你懶得烤肉 就可以點一個這樣的禮盒 欸跟我想的 完全不一樣耶 它表面上不會有非常黏稠的醬料 反而有些像是柚子粉的東西 柚子的香味 還蠻明顯的 我覺得比我齊一代中的 好吃蠻多的耶 不知道它怎麼做的 蠻厲害的 這個有讓我驚驗到 哈囉大家好我是妮雅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那大家可能會聽到我的喉嚨有點沙啞沙啞的 這幾天因為喉嚨發炎的關係 所以造成喉嚨痛 然後還有發燒 到今天呢才稍微退燒了 不過喉嚨還是蠻痛的 所以這整集呢可能講話都會是稍微比較小聲 然後也比較沙啞一些 就請大家多多包含囉 那今天要介紹的新品呢 是肯德基在中秋節推出的 限定商品 又香又甜卡拉萃姬 這名字還蠻直接的 我覺得取得蠻好的 那其實一開始看到這個炸雞的時候 它是以一個禮盒的方式出現在新聞版面上面的 冬秋節嘛大家團聚在家裡面 那如果你懶得烤肉 就可以點一個這樣的禮盒 然後在家裡面大家一起吃 它裡面好像是有 4個幼香的卡拉萃姬 然後它有4個原味的卡拉萃姬 再加上一盒蛋塔 還有一些飲料 這樣總共499元 當時看到其實還蠻想要開箱 看起來還蠻厲害的 外觀上好像有特別做成一個不同的樣子 不過呢 畢竟我一個人 實在是吃不完那麼多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還是點了一個 單點的套餐 不要呢 就是要來介紹這個 又香又甜的卡拉萃姬 到底好不好吃 我們話不多說 就直接來開箱看看吧 好 那我們的餐點就是這裡 其實呢 我點的餐點算是一個 非常非常小的個人餐 它就是只有兩塊炸雞 然後再加上一份薯條 跟一杯可樂 那這樣子整個套餐呢 是169元 我個人覺得 超便宜 我價值觀應該沒有壞掉吧 那我們主要就是來看看這個炸雞 好不好吃囉 噔噔噔 喔沒有 本來要噔噔噔 一打開之後呢 先是薯條 所以我還沒有看到炸雞本人 其實薯條份量不算多 應該是小薯的份量吧 好我們現在看到炸雞本人啦 欸跟我想的 完全不一樣耶 我也開始以為會像是之前我們吃過的這個蜂蜜啊那樣炸雞一樣 汁非常的多 然後拿起來那個汁還會往下滴下來這樣子 它感覺是有把這個汁收斂進去了 它表面上不會有非常粘稠的醬料 反而有些像是柚子粉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小小的辣椒片 不過我覺得就這樣子聞的話呢 柚子的香味還蠻明顯的 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來吃吃看吧 我覺得 比我齊一代中的 好吃蠻多的耶 但剛剛一咬下去的時候啊 其實這個柚子的香味呢 是馬上就沖進你的嘴巴裡面的了 然後接著呢 那個卡拉脆雞的脆皮呢 其實它還是有一點脆的 唯一一個小小的缺點 不確定是不是因為我現在 喉嚨痛的關係 所以我吃下去之後我覺得有一點點辣 那時候我看它網路上有介紹呢 是說大概微辣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其實應該不只微辣 大概也是在小辣到中辣的這個程度 而且我覺得它柚子醬的這個甜度 還有膩度 做的還蠻剛好的 不會很膩 但是柚子的香氣又蠻重的 不知道它怎麼做的 蠻厲害的 這個有讓我驚驗到 超好吃耶 超好吃 嗯 好啦那這次的肯德基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那扣除這個有點太辣的缺點之外 我相信對於很多人來說 應該也不是一個缺點 它的又香味 真的非常的濃郁 但是它又保留了原本卡拉雞腿 應該要有的那種脆度 還有肉的鮮度就不用說了 我覺得做的還是算蠻好的 分數的話呢 應該可以給到 嗯 8點 嗯 又顆心吧 真的蠻不錯的 很適合中秋節 如果你是一個人像我一樣 那也可以點個像這樣的個人套餐 因為柚子這東西我覺得 不是那麼的方便啦 那就買一個 又香卡拉萃雞來吃一下 倒是還不錯 那如果你是一家人 你也可以買一個 那種499的禮盒套餐 來回家 大家一起吃吃看 我個人覺得蠻推的 可以去吃吃看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期見吧 掰掰 我有看到有些人來留言 哪一間的雞腿怎麼很乾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我個人都覺得 不會到乾 可能 我吃過真正很乾的雞腿吧 呵呵呵 就是我覺得說 它只要不要到說 吃下去肉柴柴的 我覺得就還算是一個 合格的炸雞啦 有時候你覺得真的 吃多到一個爆炸的雞腿 其實那也不見得是件好事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這次的炸雞 各方面都做的還不錯 喔對了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今天的新髮色 漂亮嗎 呵呵呵 呵呵 喔 Kelsey